《汽车》 汽车,你有上坡有下坡吗? 是 创业也是吗? 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是我们的 mission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残酷的下半场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影像 记录一下现在这个时代的创业者 创业不是一个必须的人士的选择 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不安分的人 他就是要去折腾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献给他们的 中国的这个创业 其实经历了 现在已经是第三代 然后第一代是柳传志他们为代表 第二代呢 其实是马云他们开始创业的时候 然后到现在呢 我认为是第三代 四五年的时间 就是有了一些特别深刻的变化 这一代的创始人呢 野心格局以及眼界都是不一样的了 不是说我发个财 我挣钱 我财务自由 而是说我要改变行业 甚至改变世界 十一 十四个月的这个跟踪拍摄 十三家公司 十四个人 其实在电影里我们跟踪的比较密的呢 就是几个人 就是老罗 带威 然后帕皮 马威威 还有这个金星 富盛 安全通 Uber Global 每天都提供7亿 和我们提供25亿 小黄车就是一个 就是可能在人类的商业史上 都没有这样的速度 几个二十多岁的小孩 以这么快的速度 寄居了大量的资本 做了一个非常本土化的东西 至于这个像OFO失败 那我觉得它会成为各大商学院的一个案例 那这种这个所谓教训呢 不但他本人要去好好总结 所有创业者我觉得都是要总结的 老罗他就住在办公室 一个月可能跟老婆吃不上两顿饭 你大概几点岁 二十四小时就全部铺到这个事情上 我本来想拍他那个住的那个屋子里 据说下不住讲 我说你就在你的床上躺一会 他说床戏 你知道他有演讲的恐惧症 你想想你能想象吗 他怕镜头 不愿意被拍 我采访的时候所有的机器都是黑的 那屋子里头被暗 只有他那块是亮的 就说你把我当空气 但是呢 他毕竟不是空气 他除了是一个企业家创业者 他还是个公众人物 所以我觉得那种内心的压力 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自媒体创业 其实是这几年非常大的一个浪潮 然后呢 曼薇和帕帕都是属于内里的幸运儿 其实是有很多人就是 会以为我现在非常的有钱 好几亿 买楼跟娃儿似的 没有那么有钱 我好歹先把这儿房子换了吧 先给我妈 那个房子真的好好啊 我好想住进去 就是帕帕本人是很安静 比如说没有活动那一天 他就在家里宅着 然后看书 也不怎么去逛 曼薇也是特别真实很犀利 我又不婚 我还定客 我房子留给谁消消啊 当然同时这两个人也是女的 女创业者和男创业者都是一样 就大家其实没有多少别的路可以借鉴 怎么弄怎么活下来 怎么壮大还坚持接受自己的这种价值观 完了安川东呢 这个人就是代表大多数现在的现状 大学毕业 普通人家的孩子 也没有什么资源 有的就是一腔热血 那果然他的项目也不靠谱 欠了员工工资嘛 毕业是农民 农民干一年活 拿来给他发破产的公司 发工资 这就是现实嘛 著名投资人说了 就是创业公司有三年里面 93%的会14点 只活下7% 不病到一定程度 你就不要去创业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那种 内心的那种煎熬、孤独 没有人能跟你承担 如果不喜欢你是坚持不住的 但是你喜欢呢 你就要耐得住这个寂寞 大家都不言而喻说今年很冷 未来也会冷一段时间 我也是希望就是燃点 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冬天 燃点就算是一发火吧 就给那些不放弃的人 你不放弃才能迎来所谓鲜花和掌声 但是即使过不去 我也给他们鼓掌 请不吝点赞 钟 按 转发转 转发转发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